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向先生 那批货我们已经拿到手了 好 这批货是关重的 你们行事一定要小心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尤其是龙寺和日本人 向先生请放心 我买下另外两家商行 用了他们的礼仪 别人谁也不会想到 会是我们拿的货 作词呢 还没找到 不过我们的人还在努力寻找 想尽一切办法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找到 是 你下次不要再在外面买饭菜回来给我了 反正我也吃不了那么多 不用花这些钱 现在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最重要 钱的事情你不用管 我答应要给你好的生活 只要我们两个好好在一起 我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问题 快吃吧 怎么了 姑娘 这是气血不足啊 脾虚 这样 我给你开点龟皮药 连喝半个月 就能好转 不过姑娘 近期啊 一定要注意养着身体 切莫伤了胎气啊 多谢大夫 站住 把刀抬起来 这里已经不能再待了 向先生 龙四先生求见 向先生 以前 一直只是欢迎左镇的 现在 不得不见我了 怎么能这样说呢 谁进我的门 我都欢迎 好 不错 向先生的府邸 果然非同凡响啊 看来以后 我要经常过来熟悉熟悉了 这个老物件 很值钱吧 我在宁愿也收了几个 我再宁愿也收了几个 果然是个好东西 真不好意思 向先生 受华 向先生 我们家龙老爷这次来找你 是问你一些问题 你素来和左镇关系密切 现在左镇已经是全程通缉 亡命天涯了 看来你们合作的机会 已经不大了 您是打算和黄埔商会 断了所有联系 还是愿意和我们合作 你们俩到底谁说了算呢 是你呢 还是你们叫龙老爷 当然是我 不过 不过 他说的也就是我说的 这样 我呢 只是一个商人 只要赚钱 和谁合作 对我来说区别不大 是吗 好 向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 以后 向先生的事 都有我龙四招着 安全 安全 啊 再来 焦了吗 混老大 两个都是铁嘴皮子 还没敲开呢 铁嘴皮 都说你像个猴子 喜欢活蹦乱跳 我劝你最好还是说了 要不然我打断你这条猴腿 你再也不让你活蹦乱跳 狂发 那是他 住手 住手 好 你告诉我 左阵在哪 我就住手 要不然 我打断他另外一条腿 好 若死 如果我开口了 你会不会放了我们 你真的会为了我 背叛作真 够交房租了 他也没告诉我 但是我愿意追随你 提随你大江山 但是只有一个条件 必须放了我们 十浩 我不要你为了我求情 你闭嘴 我没有为你求情 看在咱们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 我留你一条狗命 我留你一条狗命 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就是一个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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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活着 你什么都重要 你什么都重要 好 说得好 不愧是读过书的人 通情达罗 来啊 放了他 是 是 小魏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你竟然敢背叛二业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好了 好 很好 以后 就跟着我了 不知道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我 来 来 老孰 好 好 好 走 走 需要人吗 你看我这儿 像学人的样子吗 站住 看你这样 能看几代货 再给他交一步 来 行 过来登机吧 来 身份证 没有 没有 黑户啊 那可说好了 工钱可是别人的一半 两毛一天干完随你 我干 行 名字 阿臣 星辰的臣 工钱三天一劫 干活吧 你回来了 怎么去那么久啊 今天给你开婚 我们不是没有钱的吗 放心 我找到工作了 找到工作了 做什么呀 没有身份证还可以工作啊 仓库的工作不需要身份证 那好啊 我们开婚 今天就庆祝一下 来 我告诉你 现在上海滩 已经不是左镇的天下了 所以最好也没让我再看见你 否则的话 你另外一条腿也得短 只不过这一次 不是龙四爷打断的 而是我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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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 你 我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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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就别去回来里了 老幼阳你 那么多人哪 这么多人哪 不够 少了一半 这规矩可是我们龙四爷定的 新人来的这第一个月 工钱只能拿一半 另一半得孝敬我公头 你知不知道 不要就放下扫人 你的规矩是你的规矩 我的工钱是我的工钱 一马归一马 不想混了 八公钱给我 哎呀 李哥 不就三毛钱的事吗 给他不就完了 你卖我个面子 晚上 我陪你三毛 那 李哥 李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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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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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干坏了我六合苍的规矩啊 还勾引我的女人 今天不教训教训你 你就不知道谁是阎王爷 谁是小鬼 这三个我拿走 这两毛兄弟们吃夜宵 这一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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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堂粥 一毛钱一碗 卖红堂粥嘞 一毛钱一碗 一毛钱一碗 红堂粥 一毛钱一碗 来 来一碗红堂粥 谢谢 不客气 红堂粥 准备红堂粥 准备红堂粥 来 香喷喷的红堂粥来了 来 赶紧趁热喝了吧 补补身子 还是热乎的呢 来 来 好吗 来 左朕 我知道这样的生活 你是过不惯的 但这样就足够了 我不想看你再冒险 不想再提心吊胆 就算我自私也好 我只求你活着 我只希望我的孩子 有父亲 我轻轻地等 等迷雾都散开 我轻轻地说 终于自己才能更快乐 我真是不明白你这个人 成天没见你对谁笑过 凶声恶煞的 不过我看你对你身边的人 对朋友还有对兄弟都这么好 其实相处久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依靠的好男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 像你这种男人谁敢嫁给你啊 成天提心吊胆的 不知道哪天出去就回不来了 你就不能做一点 不这么危险的事情吗 你错了我 我要让我的女人 站在上海的最顶端 让所有人都仰望她 让她成为全上海滩最幸福的女人 在灿烂永恒的运河 像你这种男人的心思呢 我是不会了解的 不过我是真心地祝福你 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好女人 我想要做的事情 还没有做不到的 因为我肯花心思 花力气 我已听到这首歌 你是否还曾记得 我说我要给你幸福安稳的未来 为了你 为了我自己 我失去的 我一定会把它夺回你 我已听到这首歌 你是否还曾记得 你是否还曾记得 我为你 穿过 你最近都没出门 是不是外面挺乱的 你连你妹妹都不管了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就是好奇 你和左朕交好 为什么这次不帮她 这个世界有些规则 很简单 但很有效 成王败寇 现在左朕的势力 很明显已经被龙四抢走了 如果她有这个命 她现在能来这儿来找我 能帮我一定会帮 但她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就说明她真的大势已去 你知的吗 在上海滩 换了多少个主人 又有多少大商家 突然间衰败 就只有我们孝家 一直屹立不倒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识食物 对我来讲 孝家的产业才是最重要的 是 这样也好 毕竟我们和她 没什么关系 小心点 你看你 现在瘦成这样了 东西都拿不稳 瘦点不好看吗 小姐 当什么 小姐 当什么 我一闻味道就知道了 我一闻味道就知道了 这个是老黄头油 这个电打油最好用嘛 但是很贵 以前我跟唐海在码头上做工的时候 都用不起这个 你看 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个 你哪来的钱 容锦绣 我把班纸当了 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这些人你应该很熟悉啊 就是因为他们帮着佐政看着 所以这个码头一直脑下 你说该怎么办 我不会输 只会做 你哪来的 最好 你哪来的 这不是海哥吗 以前不是很厉害吗 现在怎么落魄成这样了 弄到老子的鞋你配得起吗 听见没有 你还真以为你是海哥 封国的时候早就过去了 现在还缺了一条腿 还不是跟狗一样在肩上要饭吃 起来 看什么看 谁看的 再看 散开 走 来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倒下 来来来 来来来 放下 要我说呀 咱们龙四爷 那现在可这不得了啊 你看 死他管了上海所有的码头生意 咱赚的钱可是节节高啊 连涨三倍 咱以后啊就跟着龙四爷吃香的喝辣的 是啊 左二爷一直到现在都没露面 还真是憋得住啊 憋得住挺个屁用啊 现在是大局已定了 就连以前最忠于他那个什么什么好哥 都跟着咱龙四爷做跟班了 嘿嘿嘿 我看二爷他现在就算露面 也无济于事了 再说了 啊 他又是一露面 上海谭 多少人等着药腾的脑袋啊 哎 二臣还不走啊 我再多做一半 多挣点钱 生活一条命 你干嘛这么拼啊 来 这个红糖粥这么贵 对 以后不要买了 能省一点是一点吗 你不喝 我儿子还想喝呢 热乎着呢 我要听听我儿子说什么 我儿子说了 他又喝红糖粥 不 他说妈妈喝了 就等于是她喝了 骗人 真的 我以前都没有发现你 这么有嘴滑舌啊 我不理你了 去去去去 你怎么知道 我真的是好饿呀 谁做的才这么香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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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儿子做的 好可爱啊 我每次在听的时候 他都会踢我一下 我觉得将来他一定是一个 调皮又捣蛋的小家伙 那太好了 以后你要再欺负我的话 就有人帮我一起教训你了 我真想看我们的孩子长什么样子 我希望他长得像你 有和你一样的眉毛 和你一样的鼻子 和你一样的嘴巴 我就是希望他像是一个小小的你 那你一样的 我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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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白 起车 老白 起车 混蛋 还想让我给你洗车 畜生混账 我们负义的家伙给我滚 我唐海就算饿死 也不会给你这种人洗车 滚啊 滚啊 叔叔 放开他 这小子还嘴硬 你不想打死我啊 反正我退绝了 打死我啊 你没事吧 烫到没有 没有没有 只是一点动伤 过几天就没事了 对不起 我没事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我曾经答应过你 要让你做全山海滩最幸福的女人 可你现在是全山海滩最幸福的女人吗 是我没有做到 是我没有做到 我祖贞对得起全山海的所有人 却对不起我最爱的女人 我没事没事 我真的没事 但是 我很快乐 我现在真的很快乐 你不知道 以前在宁元的时候 我每天都要担心你 担心你又陷入纷争 担心你又受伤 我担心你白天出去 晚上就回不来了 现在虽然日子过得很苦 可是我很快乐 因为你好疼好疼我 我真的很幸福 我就想这样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要 就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不是 你 我就想这样 你 你 我 真的真的不同 因为流浪的心 归属了天堂 因为不安的爱 崇拜了心